字幕志愿者 李嘉出走 李嘉出走的这个案子 令我想起以前有一出戏 许冠杰做的 陶博威龙 里面还有一个小冰冰 好像在在挫押之下 搞得很乱大 好像叫做全家福的出戏 好感动啊 看每一次都哭每一次 做什么是谁李嘉出走 那个小冰冰李嘉出走 哦 我记得了 记得记得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 他还要特意张牙戒 对 那今天李嘉出走 其实今天我们很罕有地 我们访问到两位李嘉出走的少年 没有太多年 接着他们不开门 声音我们是经过此理的 有些我不喜欢我家 我爸我妈他们不爱我 所以我小时候就已经李嘉出走 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你觉得你爸你妈不疼你呢 因为我有个大哥 他们很疼我大哥 我大哥说他什么都吃 我没得吃 我很瘦啊 我大哥很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访问到他大哥 对 对 对 演绎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很认真对待这件事 对 只不过我们会觉得 很多时候 慢事都有商量 对 对 父母也有他搞笑那一面 父母也有他开通那一面 不一定不每次都要出招 离家出走才是好招的 那时下年轻人一遇到问题 第一件事就走了 嗯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 对 我们想听一下 说真的看你几岁 如果你十八十九岁 你真的离开家没回来 都叫离家出走 嗯 但那时候你可能已经成年了 嗯 有些呢 就是狼子回头 回到家 一般上我们现在出走的定义 应该是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之下 找失踪 是的 不知去了哪里 通常这些是叫 那失踪48小时的话 我们是可以报警的 那我如果是21岁 22岁了呢 不不可以 嗯 那些叫离家 那些叫离家 但是如果他 他没有通知呢 没有通知 然后又不知去了哪里 回到警察又去找 又或者他通知 我以后不回来了 他跟他家人说 最好就不要交到这样的局面 是的 他没有那么爱惜你 不过你出到一排之后呢 你会发觉家里的重要 才不是说离家出走 比如你外国读书 你在住 学校的宿舍 你才发觉 原来家里是最稳定的 因为现在青少年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跟你沟通 是代购的 所以就有这个问题出现 所以明天呢 我们就有三个 不是很专业的辅导师 哈哈 不是 其实我们三个 我们不说 我和林先生不是离家出走 我们都是小时候 就来家了 嗯 都喜欢做事 我又去了新加坡 他自己就拿来站住 都好像回家了 以前 但是就知道你家其实是最温暖的 039543 三十六 明天呢 可以说一下以前 你有没有年少无知 曾经来 想过离家出走 或者真的做过离家出走 又或者是 你狼子回头的 叫我上来了 或者是父母 或者是中学生 你有这样的年头 可以叫上来 和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做 等你留意 喂 妈呀 我也是打算回家 外面没东西 我会再见 再见 见不见 见不见 我是妻子 再回去 见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